在高雄最能象征老社区新力量的哈马新新兵老街 从昨天开始 每个礼拜天老街这里都会举办首座市集 希望透过民众来逛市集可以更亲近认识90年历史的新兵老街 走进日式老房子的骑楼 拖鞋坐上榻榻米 来到这跟老板说一个故事就能够换一杯好茶 泡茶是我最擅长的 然后听人家讲故事也是我最喜欢的这样子 然后加上说这是新兵老街 那这边的房子都90年以上的历史 老房子本身有它很深邃的一个气氛 它能够让人家很放松的去讲它自己 经营喝茶滩替自己也替客人 换一个体验老街生活的机会 周日的新兵老街还有其他手作商品和艺术创作 集结成一个市集 大家不是为了做生意 而是要吸引更多人来认识有90年历史的老街阔 市集的行程是非常非常自然行程的啦 那会来这边摆摊 包括来这边逛这个老街的朋友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关心我们这个历史建筑 保存这个议题 连一整天在现场演唱的也是主动来帮忙营造气氛的志工 大家有志一同只希望聚集人气 让老街更有生命力 形成市集以后摊位也因此不收租金 连街上住户都来参加摆摊 可以帮我们发声 然后让政府知道说我们这片地方 那其实它也很老旧我们也知道 那只是希望它可以保存它原来的样子 市集成员打算发展成常态市集 在每个周日吸引民众到新兵老街走走 也以此为据点 让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全台的老屋保存问题 记者王介松 孟昭全高雄报道